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国人 很重视的一个中秋节日 这个时候正是秋天 秋高细爽 月光比其他的时候 格外的光芒 一般人都称颂 花好月圆 人长寿 说佛之后 佛告诉我 四四五五都是表伐的 懂得表伐 立刻就把观念换过来 同样是一种境远 一种境界 同样的缘分 为什么给过过众生感触不相同呢 世界人感触也不相同 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好 有的人看到欢喜 有的人看到悲伤 过人感触不一样 那些都是世俗 染心俗 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看到这些境界 能够想到佛菩萨在经教里面对我们的教诲 教我们 接触这些境界之后 应该怎样回头 怎样学习佛菩萨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那么换一句话是 你就是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不是经上念的 自己变成月光菩萨 常常 做这样观想的人 时间久了 他心的自然 就清净自卑 往昔我们的观念 念念是为自己 这个观念错误 错在哪里呢 错在不认识自己 你并没有真正的为自己 什么是真正自己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一切众生是自己 对待一切众生 这个一切范围包括很大 包括聊一阵法界 包括聊十法界 静虚空变法界 这里面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范围也很大 众生是重点 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所以包括了 有情众生 无情的众生 都是自己 这个你才叫 真正认识了自己 然后你才懂得了 叫爱护自己 佛菩萨的那个情 那个爱是真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其心动力 没有分别之处 谁能得到佛菩萨的爱呢 情而言之 是幸运 你对佛菩萨 有一分信心 你就得一分点爱护 两分信心 对两分点爱护 这是情而说之 对反复讲的 什么时候 你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呢 你也做到无心的 你就得到圆满的 圆满的 是相应 从性命而感的 是感应 感应跟相应不一样 感应我们是反复 相应呢 我们就不是反复 所以说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没有说一念感应 一念佛 你要想起入小灾面呢 起入这个境界 还有什么在哪 理要懂得 要透支 你看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碾蛇 不悟口 不欺 不贪 不撑 不吃 他把这十条啊 都做到圆满了 上山嘛 各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世界好啊 啊 佛在经典上常常告诉我们 向由心深 静随心转 人家那个地方的人 是上山之心 啊 谁没有一样不好 啊 相貌好 人的相貌好 啊 居住环境好 什么灾难都没有 啊 那回过头来再看看 我们今天世界呢 啊 也时尚 跟经乐世界没两样 不过不是善 是无 杀身偷盗 邪淫 到贪嗔痴 也是做到很圆满 啊 那麻烦就来了 啊 这社会动乱 这个天灾人祸 这么频繁 啊 缴获到整个世界 啊 富贵贫贱 都没有安全感 都没有幸福感 你说这个世界 出生多可怜啊 啊 我们能够有点安全感 啊 没有这些恐惧 啊 有幸福感 是什么呢 我们只 啊 只认定啊 我在这个世界存活的 就是今天 我不想明天 所以今天要 要很幸福 我该做的事情 好好做 不该做的事情 全放下 啊 我没有忧虑 啊 如果想到明天 明年 后年 那个麻烦就大了 啊 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念念想 生极乐世界 念念 想着阿弥陀佛 我总有一天 把它想来了 别的不想了 啊 想阿弥陀佛 那就是上山 阿弥陀佛 是上山的 啊 那个十山也都圆满了 啊 那么今天中秋 我就说这一点 意思的供养大家 祝福大家 上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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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狗狗,阿米狗狗